当前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 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 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 编造各种谎言 恶意抹黑中国 制造各种借口 阻扰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 他们这么做 就是想复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 破坏中美之间的联系 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 损害两国祸行的根基 从而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对抗 把世界重新推入 动荡与分裂 中方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夺逞 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 因为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如果谁要在21世纪今天 再挑起所谓新冷战 那他就站到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 就是国际合作的最大破坏者 就必将被盯在历史的屈辱柱上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 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安理会常人理事国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持之以恒地做世界和平的推动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对立面 立面 就像这样一样 可以用来这些设计决的